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院大概一亩地吧,就是600多平方 當時我們繞了一圈去看有一片很漂亮的株林 然後有自然的高度落差 我們改裝三個月,大概就花了9000多塊錢 3000塊就用來買那些技術材料 比如說水泥、錄膠漆、錄膠板、石子 有3000多塊是用來買老家具的 剩下的3000就是這些軟裝 然後我們自己動手把這院子改了出來 我一個新家人,小明是山西的 我們之前都是背包客、背包旅行 然後在伊朗認識的 回到成都以後重新聯繫上了 小明說他很想找個院子 我說可以,我說我加入你 成都其他方向三花面上團全樓房 但是在這一塊的話正好是一個 離城市最近的一個園林景區 廚房是當時是一個雜物間 地面的話我們是自己 我們自己弄了點水泥沙 抹成水晶地 然後砌了一些灶台 因為我是新家人 我特別懷念家裡面飯 我們回到家就特別遠 一開始就自己嘗試會做一些絲肉麵 抓飯 發現做的味道還行 然後以後就基本上一頓三餐就全自己做 吃飯啦 最近我們那邊說弄圓的麵 你們都知道有沒有拉麵 但是是醋的 我們比較喜歡水泥的質感 自己切了一個很方正的賭火台 因為它放在那一片很亂的竹林裡面 它就會比較顯眼 因為冬天我們北方人挺睡不了 南花冷的 都會在外面把賭火點起來 冷了就往那坐一會兒 旁邊的小鎮上買點什麼牛肉羊肉 就一點花豆牛一點 鮮鹽就用柴火烤出來就很好吃 小明是騎摩托車環球旅行的騎到非洲 然後我是在泰國坐的摩托車騎了個太北環線 就一下就喜歡上摩托車了 我們自己改自己的車 然後現在我們自己改了大概三四兩摩托車 出門去自己的工作室去買菜 只要能騎摩托車就肯定騎摩托車 以前可能住在房子裡的時候 下班了就很喜歡在外面待著 家室是個睡覺的地方 但是有了院子以後挺想回來的 住在院子你可以明顯感覺到四季的變化 一天都晚的變化 自然而然呢 早上應該就應該幾點起來 幾點之後應該做什麼事 他讓我變成一個更自律的人 家室電視 优优优独播